上一个视频中讲过 一条直线可以被定义为 某个项梁的标量倍 写成这样 显然这个倍数可以是任意实数 现在来定义一个变换 以前我没怎么提到过变换 不过这的确是变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到直线L的投影 把它看成一种变换 在视频里在二维空间中表示这种变换 但它通常可以是从N维空间到N维空间的变换 那么方向向量X到直线L的投影 是X和这个方向向量的点击 X乘以这个方向向量 除以方向向量和自身的点击 这个整体乘以直线L的方向向量 就是这个变换的定义 了解到这个定义时 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引申出来 当一个向量和自身做点击时 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些向量 和自身做点击 它等于这个向量长度的平方 那么可以把它改写为XV 除以V长度的平方 再乘以向量V 那如果V的长度是1 岂不更好 它的长度等于1 如果V的长度等于1 或者换成说法 V是单位向量 那么投影的公式 可以简单地写成X点乘V 这个整体 前面是一个长系数 所有这些乘以向量V 你可能会问 我们如何判断 这是不是一个单位向量呢 你会发现 让我先画个图 类似于上一个视频里 找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的方向 由向量V决定 可以是直线中 任意一个向量 像这样给定向量V 如果向量V不是单位向量 那么V的长度就不等于1 如何用单位向量定义直线呢 可以将V正规化 这样定义单位向量 称它为U 这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它的等于1除以V的长度 乘以向量V 以前视频里 我讲过单位向量 这样就建立了单位向量 它和其他向量方向相同 实际上也就是 向量乘以1除以自身长度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定义表示这条直线 V的任意倍 可以等同为单位向量U的任意倍 这里的U可以表示乘V的若干倍 像这样重新定义这条直线 如果重新定义直线L 等于任意倍数的单位向量 倍数可以是任意实数 投影的定义就可以画减 X到直线L上的投影可以画成 X.乘单位向量 乘以单位向量 在上次视频里 当有两个向量时 其中向量V定义到直线 V是2 1 X等于2 3 如果想这样定义的话 先要画成单位向量 方法是 先得到大小 向量V的大小 等于2的平方加1的平方 取其平方根 那么就写成 2的平方等于 等于2的平方加1的平方 取其平方根等于5的平方根 就定义U 单位向量 唯1除以这个 1除以5的平方根 乘以21 也可以成开 也可以这样放着 写成这种形式也可以 对于任意向量V 都能找到单位向量 它们方向相同 前提是我们处理的 非0向量 对于其他定义 都可以如此简化 如此化解 用单位向量 代替小量V 那么来看 一个N位空间 到N位空间的变换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不是线性变换 可以这样写 如果这是一个 线性变换 那么它需要满足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如果 我取两个向量 对L的投影 表示乘限量A 加上向量V 取它们的和 如果是一个线性变换 那么就相当于 每一个对之前L做投影 然后加起来 如果是这样 那么按照我们的定义 可以用单位向量 这样简单些 等于A加B 就是X点乘U 这个整体乘以单位向量 因为点乘满足分配率 所以等于A点乘U 加上B点乘U 点乘U 这些是单位向量 这个整体乘以向量U 这部分是标量 标量乘法有分配率 所以这就等于 扩号A点乘U 它们是相同的标量 再加上B点乘U 扩号再点乘U 这部分就 恰好等于 A在L上投影 在这里 根据这个定义 假定处理的是 这条直线上的单位向量 这就等于 A在L上投影 加上B到L上投影 判断线性变换的 首要条件就是 向量和的投影等于 向量投影的和 第二个条件是 标量倍向量的投影 等于向量投影的标量倍 可以写成 投影到L上的 标量倍的向量A 等于C倍的A 点乘单位向量U 乘以向量U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这里是标量 根据点击的规则 这个等于 C乘以 括号A点乘U 再点乘U 也就是等于 C倍的 A在L上的投影 对于线性的变换 有这两个条件 所以在N位空间中 对直线L 做投影的是线性变换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它 用矩阵变换表示 X到L上的投影 可以换种方式表示 而且意思不会改变 X点乘单位向量U 定义的这条纸线 在U上画一个标记表示 它是单位向量 再乘以单位向量U 那么就得到了U向量 如何将它写成 矩阵向量乘级的形式呢 可以将它写成 矩阵和X 向量X的乘级 这样的一种形式 因为实际上是在处理 矩阵时 那么考虑二维空间的情况 假定到L的射影 是R到R2的映射 可以相似拓展到任意维度 如果在R中处理 那么矩阵A 是2乘2矩阵 在其他视频中 我们学过如何找到A 先找以标准 基量作为列向量的矩阵 是01或者是10和01 然后对每一个列向量进行转换 那么A就等于 第一个列向量就等于 到直线L的投影 我们来用橙色标记在这 接下来 用这些点乘U 写个U 也就是单位向量 假设U可以改写成单位向量 即U1U2 像这样 用它点乘那个单位向量 我来把它写下来 写在这 我们先要解决投影的问题 到直线L上的投影 这样写 这个投影就等于 这些点乘 这个向量 我来写一下 向量10点乘 向量U U等于U1U2 用这个整体乘以单位向量 写成这样 乘以向量U1U2 这就是转换之后 矩阵的第一个列向量 第二个列向量同理 不过我先不对这个向量做投影 我们的定义是 用这个向量点乘单位向量 所以 用01向量 点乘单位向量U1U2 用这个来乘以单位向量U1U2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当做完这样的转换之后 应该很简单 来试试 做这个点击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呢 写下来看看 矩阵A变成1乘以U1 加0乘以U2 也就是U1 这部分等于U1 这两部分点击的时候 乘以U1U2 它就是矩阵的第一点 第二个列向量 也就是这两个的点击 0乘以U1加上1乘以U2 得到U2乘以单位向量U1U2 如果把它们乘开 就可以得到 可以写成列向量的形式 U1乘U1等于U1的平方 U1乘U2等于U1U2 U2乘U2等于U2的平方 就这样 给出任意单位向量就可以得到 任意向量在这个被这个向量 限定的直线上的投影表述起来很麻烦 回到之前讲的 如果要找到任意向量到直线上的投影 把它写下来 就要做和上一个视频相同的处理 像这样一个向量V V1等于向量2 E 这个V 如何找到投影到直线L的变换 如果直线由V决定 在这条线上 这条线由V定义 首先要把V化成单位向量 化成方向相同的单位向量 变成单位向量U 这里已经处理过了 也就是除以它的长度 V除以它的长度 那么单位向量就是 1除以5的平方根再乘以V 也就等于 是括号1比5的平方根 括号乘以V 从单位向量开始 来构造矩阵 既然得到变换矩阵 这个作为U 那么矩阵就等于 这个U 矩阵就等于 U1的平方 换入方法写 向量U定义了 这条直线的单位向量 就等于 2比 51的平方根 然后5的平方根 和1比5的平方根 像这样乘开 如果要构造矩阵 A就等于U1的平方 平方等于什么 等于2的平方 4再除以 5的平方根的平方 再等于4比5 U1乘U2等于多少 等于2倍的 1比5 嗯 那就是2比5 把这两个乘起来 U2乘以U1 同理 相乘的顺序可以颠倒 也就是2比5 U2的平方 那1比5的平方 根就等于 于是就得到 这就是构造 投影矩阵的一般方法 这种投影 我们有 如果这是原始的坐标点 有另外的向量X 就可以定义变换 在直线L上的投影 L等于标量倍的单位向量U 在这里 是一个实数 得到了直线L 任意向量X到直线L的投影 就等于这个矩阵 等于4比5 2比5 然后2比5 1比5 再乘以X 结果非常整齐 就把一切化解成了 矩阵的乘法 用矩阵对向量X作用 得到向量到L上的一个投影 看这个向量VA 这个向量V 用它和这个矩阵相乘 就会得到这个投影 在直线上的投影 如果用这个向量 穿过这个标点 我画了标准一些 如果是这边这个向量 用它乘以这个矩阵 你就会得到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在直线上 相减之后 是正交的定义 已经很清楚了 可以看这是向量在直线上的影子 讲得很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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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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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